朋友们好,我是李医师 鸡蛋呢,几乎包含了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 被誉为啊,理想的营养库 那除了能够为人体补充营养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呢 常吃鸡蛋还有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但是啊,鸡蛋怎么吃最健康呢? 跟李医师一起来看看 第一,控制量 每周食用3到6个 鸡蛋有益却不是吃得越多越好 中国医学科学院户外医院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呢 根据自身情况 每周食用3到6个鸡蛋呢,更有利健康 离荒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较低 第二,食用方法 水煮最佳 煮鸡蛋是简单又健康的鸡蛋吃法 不需要额外加油盐 既好消化又好吸收 煮鸡蛋呢,一定要冷水下锅 待水开后再转小火 煮5到6分钟左右关火 然后焖3到4分钟左右即可食用 第三,进食,蛋黄不要丢 生活中有些人只吃蛋白,不吃蛋黄 认为呢,蛋黄中的胆固醇含量高 对身体不好 事实上,健康人群每天一到两个鸡蛋呢 不仅可以供给营养 还有预防性脑血管疾病的功效 现代研究显示呢 鸡蛋黄富含卵磷子 钙磷铁铁以及多种维生素等 有促进生长发育、增进等作用 中医理论者认为呢 蛋白性微寒 蛋黄呢,性温 蛋黄蛋白核实性贫 供补气血,助力健康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 人们常吃冷眼、吹冷气 脾胃就容易受到影响 所以呢,我们可以制作简单 且调理脾胃效果良好的营养汤 鸡蛋养胃汤 我们准备材料 面粉和水适量,鸡蛋一个 做法呢,在汤锅内 加净水一碗,约300毫升 中火煮开 然后煮水期间 另取面粉凉小勺 加水搅拌成糊 然后等到水开后 把面糊缓缓地倒入开水中 并不停地搅拌 最后呢,取一个咸鸡蛋 打热面汤中,打圈搅开 等到蛋黄成形 养胃汤就完成了 好了,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李医师点赞分享 并点亮视频下方的小铃铛 感谢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